其实这个已经算是我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录Vlog了 然后现在这个视频里面是不是看起来我皮肤非常好 而且我知道我胖了 因为我过年回家我算了一下我胖了是几期 然后我的头发还是不均匀 只不过呢我用那个甲板麻辣纸了 我为什么看起来皮肤这么好 因为我今天用粉底 用的不是之前那个盖子呢 我用的是这个Kate出的这个粉底 前段时间然后买的 然后今天就想试一试效果 然后觉得还不错 后面可以给大家评测一下 好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口红是什么的话 我这个口红是Hidden的这个规则杀手 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update 就是我拔了我的致尺 就是应该是昨天拔了 拔了右边这两颗 但是比较神奇的是我的脸完全没有皱 然后我今天已经完全不痛了 然后我做的呢就是完全听医生的话 医生让我什么弄的漱口水我弄 然后医生让我吃的那种什么消炎药我也吃了 然后让我不要吃辣的不要吃烫的 我这几天就很忌口 所以就完全一点的不痛 而且我的脸也没有肿 然后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拔牙可以瘦脸 医生说了拔牙绝对不会瘦脸 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耳机 苹果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AirPods Max AirPods Pro 然后我那天就说到 但我没拆 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年龄 就是买东西已经不会让我很兴奋 然后我还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 是因为我当时想要买那个AirPods Max 但是我就跟我我的发型说 然后我的发型就说 他就让我不要买 他说那个东西就是完全不值那个价 然后当时打电话刚好问了 成都只有两家电油 一个是万象成天 一个是那个什么太古里地 然后而且只有一家电油卖的 我差点就去买了买了那个粉色 但是我发想让我不要买 我想说那刚好可以节约三千块钱 那就不买了 因为相比之下它比那个更便宜 三千块 这样插着 然后怎么配对呢 怎么配对 哦 开始了通过 然后按任意一侧的AirPods暂停 按两次向前跳 哇 我能感觉到它真的在降噪 就是 这样一下停的间声音 然后这样一下真的听不见 我们来试试听一下这首歌 好降噪 好降噪 然后Jaga已经没有声音 然后它又带上去又自动放 这首歌 这个的话我觉得混油皮干皮都可以用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另外一个就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关注都是我的内衣饰品 然后我有个点就是我其实很喜欢买泳装 就是我很多下线的吊带其实都是泳装 然后它们会有很多的内衬 然后它很防水 所以我很多下线的吊带都是泳装 然后呢在这个地界买泳装 又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我在那个OYSHO上面买了两套 我可以给大家试一下啊 这种哪一颗就不能使来了 这个就是我买的成套了嘛 所以这下妆两个可以忽略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套我觉得不错 因为它这个是有内衬的 我一般都会买内衬的 因为没有内衬的话我会吐蝶 这样子还不错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我肯定不行 因为它就长这样 而且完全没有胸 but让我们试一下这段剑吧 我觉得这一个上衣还不错 然后这个后面是这个胶线 我还没剪 这一件的话好像就不行 因为它不仅很薄 没有任何内垫 会容易涂垫 而且它也没有那种 就是可以插内垫的地方 背后就这样 但是它的下半上很好看 这种梯子的好处就是 它会让你的臀显特别翘 如果今年夏天可以去海边的话 我会穿一下 但这个上衣 因为大家觉得我要不要留呢 如果弹幕请扣1的话就留 0的话就不留 现在要花上了我这件毛衣 因为最近成都热起来了 然后 Damn I look hot in this top bitch 然后这个 你看这个熊猫 你看它这么可爱 就知道不会是我买的 这个是马青 当年去那个什么熊猫 那个什么 你知道成都那种熊猫基地 然后他去买给我 我一直的留 就so cute 我还买了个那个 退黑素是lemon box 然后我就觉得还 我吃了的话就是真的可以睡很好 然后我应该会在微博上发一下这个 因为我一个就是好朋友 然后在这个公司上班 所以对 一个支持给大 我是真的胖了吗 我还买什么了 还有一个是这个HBN寄给我的 然后我还没有拆 我还没有拆 我留着就是过几天给大家看 我真的很喜欢HBN 真的超级好用 我其他时间脸最烂的时候都是HBN拯救我 I mean Seriously Look at my face now 来 段时间买一本书 叫做与社会学同油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颜色 有点偏粉皮 anyway 这是我看那个Summer推荐的 然后我已经看了这么多 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然后过段时间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啊 今天这个装画还可以吧 差不多一点 然后我现在要出门跟我的爸妈 然后跟他们的朋友出去吃饭 然后今天发生了特别可爱的小细节 就让我觉得真爱是存在的 你知道发现什么吗 就是那个什么 我妈妈不是晚上 我就是要跟她朋友去吃饭吗 主要这个饭局是我妈妈窜度 然后呢 我爸就是他不想去 一直表现他很不想去 然后我妈就很生气 结果刚才我爸回来 就拿了个菜单回来 就是他去了那个餐厅 把那个菜单拿了回来 让我妈体现看 她喜不喜欢吃这个菜 然后因为她不知道 就是可以网上体现看菜单 她不知道 大手脸皮这种东西 我觉得天哪 这个就是爱 爱就是行动 而且就是她虽然不懂说 但她会用她的行动 就是来证明 我真的就瞬间就磕到了 磕到了好吗 我要出门吃饭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我很开心 然后希望你带的城市天气也很好 I love you 我真的是必须要再怼脸拍一下这个妆效 你看 Wow damn damn 我觉得很久没有一款粉底 也可以这样 然后头发是我妈让我们这样搞 她明显就是不能get 就是不经营的美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 然后他们睡了 然后我现在起来接脚奔了 还有脚奔了呢 怎么他们想做贼呢 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晚上要悄悄看书吧 为什么老师发现在家的时候就要悄悄 工作 以后爸妈妈发现 哎呦 有些人在这儿 有些人在这儿 我被欣欲 如果我把这儿放在这儿 Just gave me the babies So what you're doing tonight Better sit doing you right Watch your movies while we can't say anything tonight Can you stay up all night Fuck me till the daylight 3435 Hello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又是新的一天 然后各位没有发现我在这边点了一个香薰的蜡 因为我最近就是觉得说 我点这种蜡会让我自己心情比较好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 喜欢我的男生送给我的 是他从澳大利亚带过来的 然后我在网上没有搜到这个牌子 如果你有找到的话 你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 我说不出它的味道 就是有那种森林里面 就是有那种你在森林里面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对味道 特别的敏感 我每次点燃这个蜡 我都会想起来它 跟别的男生 然后今天呢就是我要化个妆 而且今天很不一样的 但是我要化粉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粉 你是Kate的 各位朋友们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对Kate那个眉粉的爱 是有多么的夸张 会发现我在所有的产品里面 我化眉毛用的都是这一个 而且没什么好说的 我从大学开始一直用这个 这辈子我用过的最多的化妆品 就是说我用光的 绝对是Kate的眉粉 而且你知道吗 我现在不是在我成都的家里面吗 我东翻西翻 我竟然都能够在我爸的抽屉里面 找到一个我的眉粉啊 Kate的眉粉啊 都用成这样了 Kate 你看见我了吗 Kate 我已经在视频里面 呼唤过无数次了Kate 然后anyway 然后这款粉底 也就是我前几天化妆的时候 涂的那个 然后我用的这个是 我用的是白管 然后我的色号是零四号色 因为我是很油皮嘛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你应该用的是黑管 对 就是我觉得在粉质和妆效上面 然后Kate这款的话 完全就是那个苏库的平体 就是很高级啊 很高级 而且你知道吗 Kate跟那个苏库 其实都是一个集团的 就是加纳宝啊 加纳宝 然后我们就是先画这样半边脸吧 然后这样可以给大家看效果 我前段时间 然后我画了一个妆 我想要给大家看效果嘛 我当时是用手机录的 因为我想看看 手机下面跟相机下面的区别 结果我有多啥呀 我说的只画半边脸 但是我一半脸上还是涂了 就是 所以不是很明显 它的那个质地就是 很轻薄 很轻薄 然后各位你看 我觉得这两边脸会有很明显的区别 就比如说像这一图 其实我的那个 痘印跟这边痘印应该是对称的 但是你看这边的痘印 就是完全淡化了很多 这边还是很明显 我觉得它这个做的可摇 因为一般你知道 就是像这种质地 比较轻薄的的话 它遮瑕力度 其实是非常一般的 但是它这款 然后这种质地 能做成这个遮瑕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大家知道就是 我不喜欢那种 很妆感很重的脸 我喜欢那种可以呼吸的 可以呼吸的 就像那个著名世人孙力唱的 下面是会呼吸的痛 然后我也喜欢那种 可以呼吸的地装 大家记得就是 画粉底的时候 一定千万切记 就是这种轮廓线 就叫什么 下颌角这边 一定要带过 我已经不知道看到了多少姐妹 就是她的这个 粉底值在这一块 你知道吗 还有发地线这边 一定要晕开 就是这些细节 你知道吗 这些细节就让你跟 other girls different 哇 我这个是什么 是男明的熊吗 感觉一个男人在给我画妆 你看 现在就是上完全脸 然后她的那个粉质 这边有点光 看到没有电光 然后她的那个粉质 就是很细腻 然后妆感的话 就是那种 不会特别重的那种妆感 然后我觉得很高级 那个妆感 登登登 就很细腻 粉质很细腻 然后画完这个底妆 我就不定着了 因为这个用完 你看它就是有一层 那种哑光的效果 而且它是会有那种光泽 就感觉就像已经涂了那种 蜜粉一样 而且它这个很很很直妆 就是上次我唱歌唱到 就是凌晨几点吧 我忘了 然后它那个妆还是在 不错不错 我的蜡烛怎么突然 突然变低了 它这个油 像万载码头 完了 把那个化妆刷燃起来 然后我们继续用这个Kate的眉粉吧 然后我觉得Kate 它真的就是那种 请假天王 我从大学 就大一刚入 刚进微博 刚入微博 不是刚进 我从大学 我从大学刚进大一的时候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刚用微博嘛 然后我就看那些博主 推荐Kate的那个眉粉 然后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然后直到自己变成博主 我的天 真是时光忍赏 岁月如梭 然后呢 我就把眉毛 然后画了一下 然后眼影随便铺了个打底色 然后我现在还是要把我的重点放在 眼线 眼线液上面 因为我觉得这种彩色比较好看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画眼影的技术一般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重点偏一下 然后我现在画一种彩色的眼线 然后你猜一下 我要有什么牌子呢 没错 还是想要听 我的中程人间皆知 然后我们现在先用一下这个 桃红色 桃红色 我这个是多少号来 06号色 06号色 然后呢 我上次直播的就是用的是这一支 就是anyway 就是我当时看到他们出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直接尖叫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对于这种桃红色的爱 就是真的是不亚于我对 男人的爱 对 我给姐妹们看一下 她的这个流畅度 流畅 我一个好朋友的男朋友就要流畅 你看 然后就是 接下来就是我要给大家试两个色 是酒红色跟那个焦糖菊 因为这两个颜色 是我觉得超级显般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我决定今天就画这两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起来很好看 那我要先画 先画酒红色 对 然后我跟你讲 关于小天的这个眼线有多防水 我不需要跟大家展开来讲 就是关于我粉书哪天啊 就是我特意就打扮得像个女杀手一样 然后穿上我的那件杀手套装 因为我就是想要打扮成女杀手 因为就是爱情被杀死了 对 我那一天一定要美丽 而且我那一天一定要防水 我以为我不会哭 但是我没有 我去厕所洗漱的时候 我在那边整理自己的一种意表啊 因为眼泪它不仅从这里下来 它还从鼻子下来啊 就是我整个眼睛都已经红掉了 我眼睛都已经红掉了 然后口红都不知道为什么到这边了 不是被亲的 怎么可能亲我啊 我跟你讲亏然不动 完全亏然的不动 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落寞的 就是女明星 对 因为当时我是在厕所裤嘛 然后我就是一边哭 就是一边拿卫生纸就这样 然后但是我的眼线还是没有画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这个 酒红色 画了这个酒红色之后呢 我们再来画这个焦糖色吧 各位看一下这个眼头 各位看一下这个眼头 多么多么的细 这种细细细的这种头好处就是这种 像我这种双眼皮之后很窄的人 但是我也能够画出来就是眼线 而且它不会超过我的双眼皮之外 你看它就是这个眼尾的一点点黄 然后我觉得明年孤其春夏 走秀可以用我这个灵感 然后那个钱我们五分就好 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开箱视频 因为ashben给我剂了礼盒 啊呀呀呀 ashben给我剂了礼盒这件事情呢 而且她们跟定向医生呢 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定向医生 就是如果你感触了微博 你就会发现我天天给定向医生点赞 anyway ashben就是给我剂礼盒这件事情呢 就是值得 值得就是我 这边带来一个金哥热 como 对面有人在看我 这盒子里面写的是 每一条皱纹都值得拥有名字 那是成长的印记 不要害怕老去 我们就是你的武器 听懂掌声写得很好 英文的话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ASMR 读得不好请见 有点喘 Every wrinkle tells a story Which is a sign of growing up Up Don't be scared We present you the secret weapon Against Again 这讲得太好了吧 它这个还有这种沾沾 所以它这个是它的那个双A系列 DAMM 双A系列我超喜欢 它就是给那种想要抗老的女孩准备的 双重A真纯 还有黄金威力包裹技术 又温和 效果又明显 我顶 Anyway 让我们看一下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觉得HB用有多好用 我记得很久之前 我还在上海的时候 然后我还特意放了一条微博 就是感叹我那段时间皮肤 为什么突然变那么好 我觉得我蒙油都在用它擦脸吧 而且这一次尤其的激动 因为这个是他们跟那个丁香医生的联名 你看丁香医生 丁香医生 丁香医生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权威 然后手机里面还有他们的APP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强大的背书 所以当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是有那种大家爱说的那叫什么 什么什么狂喜 那个四式同堂 双处狂喜 就是那种双处狂喜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占的那种CP 然后就是它终于在一起来 就是有一种那种千年婆婆熬成媳妇的感觉 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礼盒就是你可以 在妈节的时候送给你的好朋友 或者送给你的妈妈 然后它的这个正装的话 是有这个双A的精华乳 这个精华乳是我无需再说 我已经用过3842瓶了 然后我自己这边还有4瓶 我到时候把这瓶送给大家吧 哎呀 还有它的这个盐部精华呀 这个盐部精华 盐部精华 如果你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包装就是已经被我拆掉了 对就是我那天收到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 对 因为一个迫不及待 所以它的正装就是有这个盐部精华 然后还有一个发光精华液 还有这个双A乳 然后还有一整套的这种迷你的这种 啊旅行套装 你看好可爱 哇小小子 我感觉就是一个迷你全家层的感觉 还有碗霜 然后敷原露 啊精脆水 精脆水超喜欢 它叫面膜 这个这个理盒真的是超级划算 然后我就来说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吧 就是因为我用了很多的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双A的精华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出现过13428遍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款就是明星产品嘛 就是它可以让你皮肤上提亮 像我就是经常熬夜 然后它就是让我可以那种就是 你让你的脸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黄 然后反而很提亮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急救精华吧 然后我用完了几瓶 用完了几瓶 哎我的那个空瓶在我那个朋友家那 但是它现在就是在隔离啊 紧不去啊紧不去 就是我在大学之后就开始有了熬夜的那个破习惯 我觉得大学宿舍就是滋养坏习惯的温床啊 然后脸部状况的话就是各种粗糙 就是各种烂性 就是我那段时间脸真的巨烂 就是肤色就是非常的不均匀 但是用它的这段时间的话 就是我会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大家看我那些照片视频看得出来 就是我的脸就会有那种变嫩变紧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有那种光泽感 就是那种非常健康的光泽感 因为我之前就是那种黑黄皮 很容易看起来营养不良 就是如果你脸色状态不好的话 但这段时间我就是那种非常健康的小麦肌 就不是那种难民肌 就没有说难民不好的意思 而且它的那个肤感很清爽 完全不黏腻啊 这个飞机别吵了 不知道我的拍视频呢 还来劲 然后像我之前就是会用它挤救 但是我现在就是会把它加入一个 就是一个日常的routine里面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最近熬夜越压力越多了 但是我觉得是不对的 因为2021年我就觉得说 2022年我就是不要再熬夜 这样这句话已经说了3842遍 但是我第3847遍我还是会再说 因为我相信自己啊 当然不过最关键的呢 我还是觉得大家就是少熬夜吧 就是求求了 真的你少熬夜可以节约很多钱啊 然后就是这个颜布精华液 就是我就拆掉了 因为我当时收到就很激动 因为当时我看到 sorry 好多人都在用 当时就破误剂来就拆开用 而且你看它是看起来就这样很高级 而且它用起来很卫生 因为它是这个就是它是这样挤的 它是你摁它的屁股 然后 哎呀呀呀 然后这样挤出来 都挤一点点 我不要浪费 挤一点点 然后然后就抹到眼睛上 我特别喜欢 然后我觉得它这款就是非常的滋润 然后就是它吸收特别快 然后这一款就是在我用的这段时间内 然后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打算就是过段时间 我再给大家加一个反馈 好吧 嗯嗯嗯 所以这个 然后我要留着 因为这个我没有 然后别的的话我都有 然后 我感觉这些旅行套装 然后我拿着吧 因为送大家小样感觉不太好 而且 我经常就是我觉得旅行套装对我很有用 然后别的这种 正装的我都送给大家 还怂了我个勺子啊 还送我个勺子啊 这个勺子是抚眼睛的吗 还是哦 咬面霜的咬面霜的 啊 还有咖啡因紧致 修会眼霜 咖啡因可以 咖啡因这个成本我很喜欢 我这些都可以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就是 嗯 没有大家的话 就是HB也可以送东西给我 所以它送给我的话 其实就是想要暗示我送给大家吧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谢谢HB也好吗 2021年我会继续爱你的 就是爱你爱着你 好 我一般剪视频剪累了是怎么 就是放松呢 就是 我喜欢那种比较高雅的那种放松 你知道吧 我现在就打算再写一下那个视频的脚本 现在是晚上10点 然后我希望我11点能写出来12点吧 然后到底是因为待会我爸妈回来了 他要是看到我们睡又要骂 所以我得悄悄的 真的每次回家就跟当间谍一样 Let's go 大家好 这是蔚来的桌嘛 就是说我现在正式在剪辑 然后你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 就是我现在刚剪出来的人 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在视频里面正式的跟大家告别 Anyway 这是我弟弟 他不要在这边看 没有 最近就是特别的累 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能注意休息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点腰椎键盘突出了还是怎样 Anyw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 love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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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